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继续向大家介绍楷书的合体结构及其书写要领 所谓合体字 它是说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偏旁或者其他结构部分组合而成的 它们之间构成了各部分的互相搭配的关系 合体结构类型可以分成左右结构 左中右结构 上下结构 上中下结构 半包围结构和全包围结构和多部位结构 左右结构是指左边和右边两个部分组成的这样一种结构类型 下面我们先看第一种情况 左右基本相等 下面我们可以看一个图 这个图在一个正方形中间 它分成了两个相等的部分 我们按照这样一个比例关系 把属于左右相等的字按照这种比例要进行书写 首先我们举一个例子 下面我们看到的这个毁字就是其中的一个 这样我们现在可以结合这个进行一下临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现在看到 刚才林写的毁字 大家注意到 由于我们刚才讲过 这是属于左右结构 应该左右两个部分 各占二分之一 这样一个比例 所以我们在写它的左半部的时候 相对的来说 要写的扁长一些 下面我们再看 左边窄右边宽的情况 我们先看一下图 在这个方块里头 我们看到这条线 左半部窄 右半部宽 那么我们结合立字 来进行一下分析 我们看一下签字 谦虚的签 也是进行一下林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们看到签字是由一个盐加一个尖组成的 这个字应该说 左半部的盐 盐字旁要写得窄一些 而右半部的尖要写得宽一些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左窄右宽字笔 下面我们再分析一下 那么合体字结构中的左边如果宽 右边窄 又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下面我们还是在看一个图 首先我们看这个正方形图中 我们看到左半部画的线比较宽 而右半部相对窄一点 像这样的字 应该说最明显的就是这个影子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是个弓 这边只有一树 这一树那很窄了 我们就拿这个很有代表性的 很典型的字进行一下分析 一般我们写影子的时候 这边不是个树钩 但是欧阳荀在处理的时候 他把它写成了个树钩 避免这个独立的树和这个公字 没有什么联系 所以把这个钩写出来以后 有一种笔断一连的感觉 下面我们再研究一下 左边长 右边短的情况 左右两个部分基本相等 但是由于右半部的笔画 有时候比较少 字形也要写小 那么怎么办呢 所以只能是把左半部写的长一些 右半部写的短一些 看一下图 在这个正方形图里头 仍然是左右两部分都相等的 只不过这个右半部的 这个部分要写短 我们现在看能这个字 下面我写一下 哦 我们在零写过程中应该注意到 在这个字里头 能字的这左半部要写的长 而这个长字实际上 它是以两个匕首的臂组成的 这是行草书的写法 楷化以后写成这样 那么这个能字 这是我们刚才讲到的 左边长右边要短这种类型 下面我们再看一种类型 就是左边短右边长的类型 下面我们看图 这个图也是这样的 左右两部分相等 只不过左边要写短右边要写长 我们看一下例字 诗 老诗的诗 诗字和能字相比 显然左半部写短了 右半部写长了 这就叫做左短右长 下面我们再介绍一个叫 左边高右边低的这种情况 这个下面我们再看一下图 左右两部分基本相等 这个呢 也是和刚才我们介绍的 左边长右边短的情况有点类似 像这种情况 就是左边高右边低的情况 我们现在需要看一下 这个 如字 我们看这个例子 是吧 从左右结构 两部分基本左右相等的情况来看 没有问题 而且如果我们按照刚才能的这种分析的话 这也是属于左边长 右边写的短 而我们现在说这叫左边高右边低 是为什么呢 这个字必须这样子 这样写 它不能够写的高上去 它也不能写的中间 它应该是稍微低一点 上下结构 实际上就是说 在一个字里头 上下分成两个部分 我们先看 上下基本相等 现在看图 在这个正方形中 也是用一条横线 来区别上下两个部分 我们看一下字立 首先看一下皇 皇帝的皇 在这个皇字的斜牌里 我们通过它来看到 白和王 应该是上下各站二分之一的 同时底下这个皇字 这横相对的要写长 这个字显得很稳 下面我们再研究一种 上下不相等的情况 我们先看这个正方形中间 在这个图形里 我们看的下半部应该是大 上半部短 同时又分成两块 这是属于上下不等 上面继续还是分成左右的情况 所以我们看 例子 美丽的例 啊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下是不相等的 但是下面却分成左右 这样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琼 上面是个血宝盖 下面是一个鞠躬的躬 左边是身体的身 右边是弓箭的躬 这个字就是上半部写的扁 下半部的这个写的是一个 基本上借的一方字 但是都显得有些长 这也是上下不等下分左右的情况 还有一种情况 是上面窄下面宽的情况 像这样的字 上面窄下面宽 多半都是上面由字头来组成的 首先我们还是看这个正方形的图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在这里头 在上半部 我们做了这样一个图形 也就是说 中间这个部分是写字的方位 写的要窄一些 而下面呢 就是要写的宽一些 这个例字 我们以万字为一个临写对象 下面我们开始临写一下 要喝玩具 like 你 好 这个万字呢 我们说 这个 从 严格的讲 它是属于上下结构 因为上面是个草子头 下边是一个鱼子 盘鱼的鱼子 但是有人也把它算作是 上中下结构 它把这个田字也算作是一个 中间部位了 我们在这里就把它 先姑且当作上下结构来认识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可以看到 上面这个草子头写的窄 下面这个鱼子的下面 写的很宽 这就是属于上短下长 上窄下宽 下面我们再研究一下 上面宽 下面窄的情况 首先 我们先看 这个 在上面宽 下面窄的 这情况里头 第一种情况 上面宽 下面窄 那么高低是一样的 我们还仍然以这个盛次为例子 现在看 圣字的上面就写的宽 下面就写的窄 而且他们整个的字的高度 和都差不多 上半部下半部 基本上是各占二分之一的 这是一个情况 再看一种情况 我们看这个方形 上宽 下面窄 但是上面要写的长 下面要写的短 这个我们看一下这个字例 方案的案 方案的案 下面我们做一下临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案子 我们注意到 上面这个安 要写的宽 但是要扁 下面这个木字 要写的短 同时要写的小 由于他们俩上下的关系 就形成了这样一种 非常舒服的一种感觉 如果我们把上面这字写的也宽 那么下面这个 木字底 也写的很宽 又把撇和纳又撇出来的话 这个字恐怕就不好看了 如果我们不是像欧阳荀这样处理 而是这样来写的话 什么都要写长 而什么都要伸展 这个字 和这个字比较 大家一目了然 这是我们讲的上宽下窄 上长下短的情况 下面我们再看一个 上面宽 下面窄 上面短 下面长的情况 首先看这个正方形 在这里头 我们仍然是表示 上面要写的宽 但是要窄 下面要写的窄 但是又写的很长 看例子 上面这部分确实要写宽 下面这个月字 大家记住 凡是写这种月字 最好要写的瘦长一些 不要写的太宽 这是一种一体写法 我们在临习过程中 可以这样临 但是知道这种写法 是一体写法 下面我们再继续看 上宽下窄的另一种类型 也就是说上宽下窄 但是上面还要分成左右 两部分 我们首先 先看一下这个例子 大家看一下资本的资 这个字很明显 下面是个背 上面是个次 那么次 这个字 它是由两部分组成的 它是属于左边窄 右边宽的这种类型 由于这种 这个字和下面这个背字的结合 大家注意到 在写这个字的时候 一定要把上面的次 要写的宽一些 但是尽可能 这个欠字的这个撇 要写短 以让背字和次字结合在一起 这个是在书写这个时候需要注意的问题 最后一种情况就是 上宽下窄下窄的 另外一种形式叫上包下 我们再看 例子 这个是 营养的养 养成的养 这是繁体字 那么我们看到上面是个杨子头 在这个一撇一纳的过 包括里头 把这个梁字放在里头 在写这个字的时候 同样 上面是要宽 宽在哪呢 宽在撇和纳上 而阳字的上面这两个点和三横 相反的写的要窄一点 这个是我们讲的上下结构中的 上宽下窄的情况 左中右结构 实际上就是这一个字 是吧 把它分成三份 每一份大概各占三分之一 是吧 分成了左边 中边 中间和右边 其实 左中右这种结构 就是一个偏旁加上一个合体字 而组成的 所以我们要在细分的话呢 我们大概可以分成 这么几种类型 一个是左边 中间和右边 基本相等 各占三分之一 另外一种情况 就是左边 或者中间窄 右边宽 或者是 左边 中间窄 或者是 左边和中间宽 右边窄 这样一个 大概这几种情况 当然如果我们再细分的话 还可以分成 很多类型 那样就显得过于琐碎了 是吧 写 左中右结构和写 左右结构啊 都要注意一个问题 就是 它的横画 一定要写短 而且 上下结构 和 今后我们还要介绍到的 上中下结构的时候 它的竖画 要写短 横画 要写长 这是一个基本的要领 那么 首先我们看例子 感谢的谢 大家可以看到 沿字旁 身体的身和寸 基本上 是各占了三分之一 只不过 中间的身体的身 恐怕还要更窄一点 这样 才能把字的中心 写得紧凑 下面 我们临续一下 这是感谢的谢 大家注意到 我在写这个字的时候 实际上呢 也把它稍稍做了一点点变化 也就是把 左边的这个颜字 这个横 稍微写得长了一些 而把这个身体的身 写得相对紧凑 这个 寸字 这个寸字的横 是吧 也是把它稍稍收敛了一点 我们在写这个字的时候 把刚才我们临写过程中 和刚才讲到的 左中右三个部分 各占三分之一的这个比例关系 是吧 结合在实际临写中 有了一点变化 为什么 事实上 每一个字 是吧 真正在写起来的时候 不可能 像是 各都各占三分之一 那么精确 所以 只要大感觉 写得匀称 就行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